台东路野乡知名的陆明饭店 今天清晨发生了火警 这大量的浓烟就从一楼厨房窜出 有人被浓烟呛的是几乎喘不过气来 还有人披上了浴袍根本来不及穿衣服 一百多位旅客慌乱当中全部都往外来逃命 清晨七点钟 台东路名饭店的旅客不是正在用餐 就是享用室内温泉 紧一响旅客拔腿就跑 用火最频繁的一楼厨房应该就是起火地点 墙壁屋顶被熏得焦黑 只是看不出来到底火苗是从哪里引发 厨房的炉火那么有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在消防单位还没到之后 我们自行已经把它给灭火灭掉了 被浓烟轻微呛伤的 有四位旅客和饭店内的一位厨师 消防队给予攜带氧气 让他们大口呼吸之后都没有大碍 尽管是虚惊一场 不过好好的假期却碰上火警意外 还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